原标题,卡扎菲和萨达姆,引抛弃是由美元死无葬身之地,沙特要重挡覆车。 作者,王德华至今日俄罗斯4月5日报道报道,沙特阿拉不威协称,如果美国通过一项法案,允许在美国法庭对欧佩克成员国提起反垄断诉讼,沙特将以其他货币出售石油,此举将重创摇摇欲坠的石油美元。 据多名熟悉沙特能源政策的消息人士透露,输货美国侵犯欧佩克成员国的主权或民权,并为反垄断诉讼开绿灯,力量得的能源官员,准备以其他货币出售石油。 其中一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,威胁已传达给美国高级能源官员,此举有可能颠覆美元,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,尤其是因为其他欧佩克成员国, 即伊朗和委内瑞拉有自己的理由在美国制裁下放弃石油美元,而俄罗斯等被欧佩克产油国,也在考虑采取此类措施。 有正义的法案名为,禁止石油生产和出口卡特尔法,NOPEC,于2000年首次提出,该法案可能使美国政府有能力通过威胁对欧佩克成员国提起诉讼,来控制全球石油产量和价格。 然而,美国现任政府,并没有表示足够的意愿支持该方案,特朗普本人并没有站出来支持该法案,他更愿意支持沙特阿拉伯的政治目标,以换取石油市场的良好表现。 不过,他在2011年的一本书中,也曾公开表示,支持NOPEC,然而,该法案获得通货的遥远可。 能幸,令欧佩克先生的员国卡特尔,感到了足够的威胁,使其在12月退出该石油卡特尔。 却路透社援引的沙特消息人士称,沙特的货中利亚2亿美元挂钩。 该国在美国投资了近1万亿美元,该国还考虑过,如果NOPEC通货,该国也将进行清算。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,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,2018年销售额为3560亿美元,石油衍生品交易,也主要以美元计价。 去年全球最大的两家能源交易所的交易量,达到5万亿美元。 美国国务院2016年解密了部分前国务卿希拉里的邮件,其中包含卡扎菲政府,对美国形成威胁的内容。 邮件称,卡扎菲执政师,利比亚政府持有143多黄金储备,卡扎菲预计此创建一个犯规货币,与全球线性的美元系统相对抗力。 美国凭什么在全球横行霸道,想制裁谁就制裁谁,想打谁就打谁? 一个是美军,二是美元。 西方攻打卡扎菲和发达姆这些中东石油土豪,是因为他们打算终结石油,只能用美元结算的体系,严重理解到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。 沙特实际石油美元,对石油人民币当然是好消息。 俄罗斯电视台原引额业内专家的话说,要想让人民币源成为美元的真正威胁,还需要一段时间。 中国需要赢得世界最大产油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的支持,否则这项计划注定要失败。 著名,经济学家温博持同样的供典。 他认为,全球第一大产油国商,特用人民币结算原油,整个原油市场都会为马首是瞻,但他不卖下去美元化。 而这种局面显然是特朗普当局不希望看到的。 美元和美军,是美国霸权的两大支柱。 利比亚的卡扎菲和伊拉克的萨达姆,就是因为准备抛弃石油美元死无葬身之地。 沙特抛弃石油美元,无疑于拿了美国人的祖坟,王储真的有胆量与美国交争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